欢迎回到中视夜间新闻 美国政府因为晶片缺货问题 要求半导体业者提供相关资料 台积电今天表示 将会在11月8号前提交数据给美国 美国的商务部21号指出 包括德国 韩国等部分企业 都将在期限之内提供数据 台积电也回应将会提交资料 与所有利害关系人 一起克服全球半导体供应上的挑战 不过台积电也特别强调 不会泄露敏感资讯 尤其是客户的机密资料